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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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佛的教诲 我们在讲习里面常常提到 他教导我们的实际上只有三桩思绪 第一桩是让我们明了人与人的关系 这就是伦理的教育 第二章呢是叫我们明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也就是我们面对着这个现实生活的社会 第三章是教导我们明了人与天地归神的关系 这些都明白了这是真实智慧 在佛家里面真实的核心是在夫 所以能力这个冷场教育 夫妇是同住在一个房间 这是圈子最小的了 房间之外 房间之外啊 这是家了 家里面上面有父母 下有儿女 平辈有兄弟姐妹 这是个家 家的外面呢 家的外面呢 是社会 是锅 这个锅里面呢 在上面呢 是有领导人 有领导与被领导 平辈呢 有朋友 有同学 这是五轮的智慧 那么用现代化来讲呢 这自自然然是一个多元文化 绝对不是一个单一文化 它是多元 如果核心都做不好 夫妇不活 这个家还能活吗 社会还能安定吗 国家还能太平吗 统统都谈不上 所以吉凶祸福的根呢 在哪里 在家识 这识 古人说 家不家 这过不过 家不像家了 过就不像过了 家怎么样像家呢 夫妇要活吗 其从前 纵然夫妻有 争论 或者有不愉快的事情 他会想到 这个影响太大了 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安危 影响到一切众生的祸福 那么想到这一点呢 这个心贫气火了 也就什么都能够忍 什么都能让 彼此都能忍 彼此都能让一步 这家就和母了 都能够忍 男女居有 在人之常情 男子见人有功名就度 见人富贵也嫉妒 地位借近自己 嫉妒心生起来了 怕别人把自己挤下去 财圣极也嫉妒 这个 这里有个总结 这些都是心量太小啊 质量偏情做实 我们今天讲的是 心量太小 不能容忍 这个都是 识没有根基 学不得受用 真正学问有根基得受用 就像佛讲的 不但没有嫉妒 没有傲慢 情绪还能修随喜功德 看到才干比我高的 决定能够让行 不会去竞争 你做的比我好 我应当让你 权位也都让给你 为什么呢 人民的福 社会的福 能够为众生想 为社会想 为人民想 你就会让 这个道理 我们要懂 这是大德 这是大成就 为什么呢 别人的成就 就是我自己的成就 我自己不如人 居到这个权位 不肯让人 害众生 你们想想英国 英国就是多地狱 我能让给别人 别人做的比我好 比我更有成就 是我的成就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